娛樂的綜合新聞報導 今次又是高登仔最喜歡說的話題 張志恒 因為張志恒這個藝人 真是帶來極大的娛樂性 至少對高登仔來說 高登仔就不是說喜歡去 但是他經常有很多新聞 有很多事情發生 都是圍繞去 但我的事情又不是正面 娛樂性極之豐富 負面又多 如果你作為一個喜歡吃花生的人 我相信張志恒也是你八卦的首列 昨晚在網絡上爆發了 他說張志恒回了衛州工作 回了內地獻唱 一共就流了十幾張照片 他說他回了衛州一間酒吧 酒吧獻唱 應該都是一個出售前 如果照看我的照片 應該是近期的 看他的身形 似乎今次 咦? 得起心肝 做回老本行 還有做不做老本行 不要緊 他真的做事 我們又看看這件事 究竟發生什麼事 開始這段片之前 請大家抓好這段片 還有劉國賢 一個深深一個笑容 一點都可以 還有課金之詞 張志恒近幾年 響了朵 出了名 就是這個網絡黑衣見稱 就是叫做 也不正經做 經常攤大手把 就問別人拿錢 他也很好意思 他簡直是 都不怕尷尬 即是直接問你拿錢 他都認衰仔 他都認衰仔是 是做不成的 做不成的政績 或者是做政績是有困難 而且開支大 有四個子女要養 交給一個老婆 所以他都不諱然 即是自己真的做不成的 請求外間的救助 一直以來給我們的印象 他都是非常冷散 感覺上冷散 但是高恩仔也說過 以他的人生歷程 冷散都是必然出現的結果 你想想他很年輕的時候 就被英王發掘到捧起了 即是變成做boys 也都唱過幾首 即是每一隻人的歌 即是有幾首歌都記得 那 然後 基本上他都不用說怎麼做 基本上就是喝喝吃吃 全部有公司照顧 還有你說這些明星 雖然說不是最紅 但是你說出去出鬍 唱一兩首歌 基本上生活是不成問題的 即是如果說自己一個的話 那 但是 及後就是 因為 他 爆出了一腳踏幾船 性上癮 那樣的 豁絕醜聞 其實我覺得又不是說什麼醜聞 只不過是他 他的行為是 不 即是 叫做不應該 那樣 是吧 又沒有說犯法那些 但是已經死了 即是已經是受到千夫所致 一層不開 即是原本他說 再開演唱會都沒有 這樣 跟著 跟這位 太太文文就結了婚 跟著就馬上連生四件出來 當然 開始也是非常之沉重 結果呢 結果呢 就一直以一個行黑道日 網上行黑 當然不會在街上行黑 不過網上跟別人拿錢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網民就叫做網絡乞衣 其實老實說 我都一直有跟進他的事 我亦都說 我自己的立場 就不是說揿笑他 只不過是覺得浪費了 浪費了他的優勢 我經常說 然後那些人就說 那個人仔 有優勢他 你豈不是開玩笑 不是的 張志恒是有少少優勢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明星出身 亦都出過幾首歌 他不是一哥一哥歌手來的 他是因為有一個 有一個叫做 因為有一個叫做 有幾首歌是很賄賄這個人口 所以基本上我告訴你 他這些這樣的明星 即是叫做二、三線、三線明星 你肯出來做一下show 擺一下樣子出來 擺一下唱一兩首 他以前那些二十幾年前的歌 你基本上是賺好吃的 你就算做youtuber都可以 但是他一直以來給我們的態度 就是不願意做 如果做茶餐廳都不願意做娛樂界 還是其實已經沒有人做娛樂界 即是沒有人騷擾他做娛樂界 或者他可能借得別人多錢 因為他都不夠膽在這行蠟燭了 結果就一直都是處於一個很邊緣化的階段 直至到昨晚就有網友分享了十幾幅相 就是IG在那裡CAP下來 然後就說他回到維州 那就應該 文字描述就沒什麼的 應該就說他是 是為一間維州的網吧主持開幕禮 也都好像很虛陷一樣 就是做了一些碎花 就是有些紫碎花 又有DJ 又有伴樂 他在那裡唱歌 也都有人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應援牌 就去吧 結果就 我看到這些相片 我第一件事都 跟著我也有點安慰 我覺得 他都真是 真是 做事 雖然那個做事 不是我們 心目中那種勤力的做事 但是作為一個明星出身 喂 他出席這些 開幕禮 去唱一首歌 拿回一些錢 我覺得 在於他的專業技能來說 合情合理 我反而覺得是合情合理 他應該是要走這條路 應該走這條路 難道你叫他 真的在茶餐廳 踩著單車送外賣 踩到身水身汗嗎 他的身形 真是 怕單車都坐爆 結果 真的走上這條路 娛樂 而且我也覺得是正路 正路 回到衛州做 起碼都做一個正常的職業 對於他來說 我覺得是合適的 正如之前那位仔 都經常說 我說張志恒 應該是要走回這些娛樂事業 即是你現在以他的年紀 以他的生活技能 甚至是本身所學習下來的工作經驗 其實是做不回普羅大眾的工作 就算你說 說之前阿叼 要介紹地盤給他 我不是說過 其實是浪費的 浪費的 他怎麼做到地盤 張志恒 你說叫他做軟飯 吃軟飯 還有些辦法 但是你說叫他做地盤 不了 對不對 沒可能 以張志恒的人生歷程 你想想 每一個人 我跟大家說 有時候說是容易的 你改變 你發奮圖強 你為你的人生負責 改變一下行道 這樣 說是容易的 其實我早前 我早前在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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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找回舊的朋友 找回舊的朋友 原來我看回他 他又很坦白 不是舊的 是舊的中學同學 他剛才坐完牢出來 我不認識的 很多年沒聯絡 他剛才坐完牢出來 原來看回他的歷程 原來他從小到大 都是出入這些監禁場所 我從小時候出入南童縣 然後大了出了一些勞交所 然後去到赤柱 剛剛看他 他也是剛剛放了牢出來 好像拍著赤柱門口 說今天出來 天氣晴朗 呼吸自由的空氣 然後見他都發了幾個文章 然後就說他原來從小到大 都是叫做孤兒 其實他有父母 但孤兒的意思是不照顧 然後他一直跟回一些心路歷程 原來小時候出入宿舍 然後就出入兒童縣 然後有時候又犯一犯 然後又說失蹤人口 結果大國犯了法 然後就出入勞交所 很多次 然後就去到赤柱 類似 他一輩子都吃王家飯大 我們俗稱 然後在中間 我看到有些同學都留言 叫他 你努力工作 我介紹一份工作給你看 然後其實他也有說過 他說他已經做不到正行 老實說 即是他現在叫做 見得一日得一日 或者拿咬腦鐘 即是俗稱叫做咬腦鐘 即是叫做拿縱緩 這樣 結果就是這樣 即是我看到他一些Facebook的Post 雖然我已經沒有聯絡 但我又發覺 原來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 即是以他的人生歷程 我們當然可以常常處於一個道德高地 就說 喂 你努力點 改過 社會給你機會 你願意改過就可以了 做回正行 努力點 但是你看看他的人生軌跡 又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呢 那我又覺得不是的 那我有時候覺得 他轉變不了 可能 不是他的問題 雖然我們現在都是 這個社會都是說 個人負責制 但是 我又覺得他轉不轉變得到 還有可不可以改變自己的人生軌跡 有時候 可能他自己都無能為力 他自己都可能困難 所以 所以 我 為何我講回我這個故事出來 就是說 你要張志恆去 做明星都正學 做回一個普羅大眾的職業呢 我覺得對於張志恆來說 是難的 還有一個難處在這裡 就是說不是那麼容易 還有不是我們一般人想像那麼容易 因為老實說 他這些靠樣子吃飯的 靠賣樣子賣身吃飯的 其實老實說 他拋樣子出來 一定受很多人指責 譬如 可能他去茶餐廳做夥計也好 這樣 不是個個那麼有線的 香港 一定有些人 指指點點 或者可能譏諷他 就說 喂 張先生 在這裡遇到你 弄兩杯凍檸茶來喝一下先 唱兩句來聽聽 這些好像棄賢 可能都是一種模範 老實說 但是我告訴你 在香港是很多這些 不是你們想像中那麼好 有些人 他們是喜歡譏諷一下你 取笑一下你 以為很豐鬆 在朋友面前 假裝一下 但是聽起來的人 是要容忍 還有一些EQ 當然我不是說 每個人都是這樣 可能有些人很好 簡直是 之前都有報道 很多人是給錢 張智恆兩夫婦 是渡過難關的 但是 即是叫做 即是 謝謝道日 我經常都說 謝謝道日 就 就不是一個 長久的方法 謝謝道日 是說 始終都有緣的日 而且是 而且是 會 最終有一天 是沒有辦法 可以繼續走下去 所以 我覺得張智恆 要是 你做YouTuber 即是說一下自己的 娛樂圈的 往事 不要說說秘聞 說一下自己的往事 說一下我們 不知道的東西 現在有很多YouTuber 都是的 他自己本身是 是一個另外一些的專業 那你專業範疇 一定有些外行人 如果有興趣聽 那也有收視的 那 我可以說一下自己的娛樂圈的經驗 或者經歷 我覺得 有收視 更加是 可能唱歌 唱歌 甚至是 跟別人合作 basking 都可以的 但是 我們一直以來 我的印象就是 覺得他是懶 懶 和 沒辦法 他做到 他連動都懶 看到他 即是 你不要以為 做YouTuber 都是一件這麼容易的工作 即是 你打算出來說一下 就行 其實 又不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 即是當中牽涉的東西 有很多東西不同 但是 我想 張志恒應該是 不會做到這件事 即是 他要做些什麼呢 今次 這一單 上回內地工作 去惠州 主持開網吧 那 幾合適他 基本上 準備功夫就是 撿英俊自己的行頭 不過現在他都沒有什麼行頭 準備一首歌至兩首歌 去到 唱歌 主持 講幾句 恭喜發財 這樣 可能 收人家 我也不知道收人家多少錢 這些 即是如果公價幾皮 但是 我不知道張志恒收多少 那 會是 一個出路 我覺得對於張志恒來說 不是說 整天都要上網去 去跟別人黑錢 我自己覺得 所以 我見到張志恒 即是我也可以這樣描述 真是腳踏實地去做事 開始 如果很多年前 就覺得這些不是腳踏實地 現在 其實就是腳踏實地了 不論是聚於張志恒來說 他不是謝謝道日 他是說 他真的用自己的專業技能 譬如說面後 唱歌 和開幕 搞氣氛 我想他可以的 我看到有些 他搞氣氛 可以 幫人開幕 雖然你說 惠州一個網巴 即是一個酒吧 酒吧來的 開幕 要找到他 似乎好像很 很 很 怎麼說 真的很噁心 但是 那又怎樣 難道 難道 人家要 難道 要怎麼說 要厲害到 人家 奧運會開幕 請你才叫做合適 沒有的 這個世界 有工作就做的 藝人 有錢 特別 以張志恒 我這個情況 喂 大哥 沒有錢到 要停電 哪分錢 沒有錢買 老婆 經常出來 壓支壓裝 都應該的 因為 養妻活兒 即是 如果他這樣的情況下 都是需要我去做 那 都是要做 都是應該 那 那就去做 結果 就是 去惠州 惠州 惠州又不是遠 上去幾個小時 那 開幕 請到他 有點人氣 我看 我的相片 都是 有人 弄一些 應援牌 寫著張志恒 不知道 不止真 還是假 我也不知道去惠州 有粉絲還是怎樣 那 起碼做到這件事 收回些錢 這樣 給老婆 是嗎 起碼水店煤 是嗎 學費 奶粉錢 這樣 這樣處理了 那 我覺得已經OK 即 可能我自己 即是 我自己都覺得 我自己都其實很歡容 其實我覺得這樣已經是一個 做事 甚至是說 你都 願意為自己的家人 以及為自己的生活負責 起碼我看是這樣的 所以 所以 有時候我們看 原來 一個人 究竟是 是不是真的 我們所世俗覺得是勤力 還是不勤力 很好看他個人的 一些人生的經歷 有時候我們看 哇 你可以做得更加好 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 原來看回我的人生經歷 他在我那一刻 已經是做得最好 我覺得 我之前分享我自己 本身一些 朋友的事 和 張靜人的事 我覺得也是一個 挺好的反思 容許我今節在這裏說教 好 今節娛樂的中文新聞報道就是這樣 下一次回來我們繼續 但是 我們來看 開箭 uma 眼睛 對 這種 變成 一些 噁 都